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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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回来了 你把东西给我吧 赶紧去洗手吃饭了 不用了 我自己来吧 我的努力没效过吗 还是我今天做的这桌菜 他都不喜欢 尝尝味道怎么样 好 你化妆了 化了一点点 很明显吗 大半夜化这么浓的妆 又不是万圣节 今晚的饭菜味道怎么样 还行 不是说歪头四十五度角 说话会看起来比较可爱吗 他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难道方向反了 尝过这道干鞭豆角吗 我试试 我试试 终于注意到我不一样了 你 是不是落枕了 没有 没有啊 我从刚才开始就看你脖子一直不舒服 要不我去拿点肛药给你复一下 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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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活出去了 不就是我主顿嘛 不就是我主顿嘛 身上有了 坐怀不乱的一面 努力拉回你崩塌的形象 我帮你倒点酒 不用了 我自己来 别动 难道真有效了 你干嘛 你双眼皮贴掉了 我们来干一杯吧 不喝 不喝 我 顾南舟 你脑子里有水吗 这么明显你都看不出来 不喝 怎么还要钱啊 这也太坑了吧 嗯 如果这些普通的公式对他都无效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尝试利用一些心理原理 制造一些与他拉近关系的机会 比如说这个时候 来一场意外的停电 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停电 你愿意嫁给我吗 好兄弟没创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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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怎么从外面回来 有点事 张远过来找你了 大半夜你还跑出去见他 这不是我的草莓慕斯吗 我可是排了半个多小时的队才买到的 我明明写了周建青专属 你怎么还吃啊 我想吃就吃 大不了我赔你 够难中 我警告你 以后不准动我的东西 尤其是吃的 尤其是写周建青专属的吃的 还有 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问清楚 去露营的那天晚上 你记不记得你亲了我 你 你 为什么要亲我 跟我见过有那么恶心吗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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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